今天這集要來跟你講 我怎麼花錢 然後教你怎麼樣快速賺100萬台幣 嘿大家好我是邱 今天這一集要來做一個QA 然後就是之前我在IG上發一個問題 是問說大家有沒有想問留學生的一些 要準備的事啊或者是花錢等等的 然後經過統計呢 發現大家對花錢這個部分最有興趣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解答一下 留學生的花費到底會花在哪些地方 那今天呢就是透過學費 然後食衣住品這幾個部分 來跟大家一個一個介紹 如果你要來留學的話呢 大概要花多少錢 OK那我們就先從最可怕的學費開始 那我這次呢是來美國Boston念Master 然後我的學校是Tops University 那因為我有參加一個就是要考營養師的課程 所以我還有另外一個學校 叫做Simmons University 反正呢學費呢 一個學期是27,042塊美金 接下來的單位都會用美金計價 所以如果你之後要來的話呢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就是看看學校的網站 對 27,042塊 再來呢是食的部分 就是吃東西 在美國吃東西呢 如果你是外食的話 就會超級無敵貴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一個餐廳 他可能要跟你收就是餐點的錢 然後還有服務費 那服費會依照你的比如說服務的態度啊 或者是那間餐廳的高級程度有不同 那大概都會落在10幾%到20%之間 所以呢外食是一個非常昂貴的選項 所以像我這種窮苦人家呢 就是自己煮自己的東西 然後去超市買一些食材 那一個月呢大概會去4到5次的超市 然後每次就是補一個禮拜的量這樣 所以一個月的花費大概會在300塊左右 就是如果你都去超市買 然後比較少外食的話 對就是吃東西 包含你的飲料啊 甜點零食 還有一些食材這些 加起來大概300塊美金 下一個是衣服 衣服的話呢 就是會依照你每個人的興趣 然後喜歡的牌子什麼也不太一樣 所以呢 簡單的來說 如果你來這邊呢 沒有帶一些大衣 或者是冬天遇寒的衣物的話 你可能就要花比較多的錢 你再買那些可能比較厚的大衣啊 或者是保暖的衣服這樣子 但是呢 這邊有一個好處是 它有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最近感恩節到了 會有Black Friday 就是黑色星期五 然後或者是呢 之後也會有聖誕節過年這些 它其實網站上都還蠻常打折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等看看 有什麼特別的活動 對之後呢 可以再做一個 比如說折扣的東西 給大家分享 如果你來美國念書的話 其實有一些網站 它不定時會有一些折扣 那基本上這邊的衣服呢 算一算 其實可以買到蠻便宜的衣服 大概十幾二十塊 你就可以買到一件 Holester的帽提啊 或者是長袖 所以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貴 我覺得目前最貴的呢 就是學費還有房租 再來要談到房租 我自己覺得房租是我在這邊 支出的第二個大選項 那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是因為我覺得 要挑住的地方的話 我想要挑安全一點 然後品質稍微好一點的地方 因為你每天都要回家嘛 然後住的地方 其實可以影響你蠻多的 包含你念書的環境 包含你可能休息的程度等等 所以我覺得 在住的這個地方 我會稍微投資多一點 所以我的房租呢 一個月是一千六百塊美金 然後加上隨便網路 就是加一加那些雜費 可能大概一百塊左右 所以總共每個月呢 在住這個方面 就要花一千七百塊美金 所以你可以考慮看看說 在找房子的時候 你是要找高級的公寓 或者是你可以跟別人一起住house 這種就是看你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對住的品質沒有那麼要求的話 其實包含一千塊以下 或者是一千上下的房子都有 對就是看每個人的選擇怎麼樣 但我覺得這一千七百塊對我來說呢 是買一個安全然後有品質 好的住宿地點這樣子 對然後樓下還有健身房 所以其實莫名其妙可以省掉一些 就是通勤啊 或者是時間等等這些 就看每個人怎麼平衡 最後就是行 也就是交通的部分 那交通的部分呢 其實因為我們有買車子 所以我都是搭地鐵 那這邊的地鐵其實算蠻方便的 如果你家附近就有地鐵站 不用走太遠 就是很OK的一個選項 再來就是學校會有那種 semester pass 也就是有點像我們捷運的1280 它是學校會再給學生一點折扣這樣子 我覺得折蠻多的 折扣完之後呢大概一個月花60塊美金 所以大概1800以下台幣 對就是其實算可以接受 然後地鐵可以到的地方也蠻多的 但假設你要去Boston以外的地區 可能就真的要 比如說開車啊 或者是搭火車這些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如果你都是在室內通行的話 其實買地鐵票 然後有seasoning pass 是一個蠻方便的選擇 講完實際住行還有學費之後呢 這樣加一加呢 你一個月會花到的生活費 大概會落在2500塊到3000美金之間 如果你來Boston留學的話 以我為例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評估看看 那聽到這裡可能 你會覺得說 是不是家裡一定要超保有錢 才可以來留學 但其實不一定 因為呢就是這裡提供一個 可以快速拿到100萬的方法給大家 就是我在出發之前呢 去申請了台北市的留學貸款 那留學貸款會給你100萬 分別是75萬跟25萬 會分兩次給你 所以你如果有了這個留學貸款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些錢拿去 先交掉你的學費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你原本有的錢 拿去付你的生活費啊 住宿等等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蠻幫助留學生的一個政策 對還蠻棒 就是只要填一些資料 然後你可以帶著你的保證人 比如說你的爸媽 然後主辦的銀行是富邦銀行 所以如果你們之後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再做一集就是 留學貸款怎麼辦 然後要準備一些資料等等 對給留學的人參考參考 所以不用太擔心 就是經費這個問題 當然它還是有一定的底線 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些 比如說其他的管道啊 或者是有些人比較厲害 他會獎學金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你留學的一些很大的機會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拍到這邊 那因為大家主要 最有興趣的東西就是花費 那再來呢 因為剛才有提到一些吃的嘛 或者是你可能要買東西 之後我會再做幾集 跟比如說吃的東西有關 或者是超市買什麼東西 還有一些比如說上網可以買到的衣服啊 或者是一些牌子等等 這些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看你想要看什麼樣的主題 那我會慢慢再把一些特別的主題 上次IG問大家有提到的做出來 那如果你想要問跟留學貸款有關的話 這種步驟類的還蠻好做的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讓我知道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拍到這邊 大家掰掰